儲存格裡面去 OK 那基本上這樣的序述應該可以看懂吧 這個等號是把後面的東西 複製一份到 前面的這個物件裡面 OK 可是問題這個會變動 所以怎麼解決呢 很簡單 你可以用追蹤的 我可以增加一個變數叫r r等於什麼呢 我從A1 對不對這A1 我這邊有填姓名兩個字 如果原始這邊是沒有 你填一下 我要從range 這好像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你可以用追蹤的方式 追蹤的方式就是range 然後A1 從這個儲存格怎麼樣呢 去幫我有點像Ctrl向下 Ctrl向下在VPA裡面的去數是and 牽掛弧 向下上下左右這邊有exit down 有沒有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講過追蹤 而且非常重要 而且這一招還蠻多地方可以用的 向下追蹤 這個有點像是把游標放在A1 然後Ctrl向下 我現在是不是停在哪裡 停在他的第七列 所以呢 請你把他在哪一列的這個數字給我 所以我就 點r r的話就取得他現在在哪一列的這個資料 所以他會把7拿到這邊來 ok 那可是問題我要第8 所以怎麼辦呢 可以把 第7列後面加一個數字 加上多少 加1就好了 也就是說呢 我要把現在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 加1嘛 ok 那所以呢 我就得到一個r r裡面其實就放8 那我把這個數字 把它改 改成這個r就可以了 所以呢 把testbox1的資料 來幫我放在A裡面 然後呢 把testbox2的話呢 放在B C D 那不就ok 所以應該底下會寫吧 你用怎樣 最簡單的方法呢 複製貼會不會 改一下嘛 改成什麼 改成B嘛 一個蘿蔔圍的坑嘛 那這邊改的話 改成2嘛 ok 那底下的話一樣 所以 A B C D 就是什麼 這邊改成C 改成D ok 那這樣不就 然後底下這邊 1234 所以我剛剛 跟各位講說 你那個 數字不要改 因為如果改的話 你這樣寫程式 不是按照順序的話 你也很難寫 ok 所以這樣子就寫完了 我們資料就可以填上去 ok 那試試看好了 所以基本上 我只是說後面功能 我還沒寫完 目前的話 如果這個敘述 只會填1234 後面這個都還沒 不ok 所以後面還有 自動產生這 三個資料的話 待會再 那我們先run一下 這個地方怎麼run 一樣 我先啟動表單一下 然後我 當我填資料 比如填AAL 給Enter 然後給分數 給另外一個分數 好 然後我按一下新增 它會不會把資料放過來 如果會的話 那表示 就是我已經完成第一階段 填寫資料的動作 有了 有沒有看到 填過來了 但是 其實這邊還不夠完美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填完之後 理論上應該要把這些 通通都清空 有沒有 最好是由不要再回到哪裡 回到這裡 這樣是更 怎麼樣 更完善 只是說這個後面 我們就可以再把它補上去 OK 所以第一步 我們完成 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待會 可能第二步就是自動 把這三個東西也順便 就是填完之後 自動帶出這三個東西 然後並且把這些 這些清空 又不要放回去 這樣的話應該 就相對的 已經慢慢滿足 我們要的這個效果 好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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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